兄弟们,现在是3月9号早上8点15分 我让闲得慌的同学去旷野投许愿心 看看有没有更新活动 结果这次的新活动居然是超级巨卡比兽重新回归 所有红柱均可能出现超级巨卡比兽 卧槽,以前没有珍惜的超级巨卡比 大家都嫌抓少了 现在官方应该是为了给错过活动的玩家一次机会 又出了一次卡比活动 爽啊兄弟 贪吃鬼卡比兽先抓他个底下再说 另外超级巨怪力和更鬼也有概率在红柱出现 并且不限版本 活动参与方式和以前一样 先在神秘礼物中接收旷野地区新闻 五星卡比兽还是和以前一样难打的 会炎崩以及地震这种AOE技能 五大坑逼队友 宇宙力量太阳炎 乐于助人伊布君 身先士族PP将 叙事待发果然梦 还有打水鲤王 全部都不是他的对手 队伍里建议配一个会广域防守的精灵 防住卡比兽的炎崩和地震 像藏马人特 爱陆雷朵 飞腿狼 怪力 巨前蟹 滴珠霸 巨石钉 都会广域防守 然后再配一些格斗系的精灵 几句话来克制卡比兽 一次能打两格盾 像葱油兵 修建老将 战武狼 爱比狼 沙瓦狼 怪力 头智猴 阵列兵 而不对 列阵兵 这些都OK 超级巨卡比兽 两个普通特性 后脂肪和免疫 一个梦特性 贪吃鬼 建议大家尽量多捕捉 贪吃鬼特性的卡比 配合技能超级巨 自缘再生 可以回收半血吃掉的出火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卡比兽这只精灵 打对战时 50级的最大HP 必须是偶数 才能在复古后 发动贪吃鬼特性 如果是基数的血 就不行 所以这个卡比兽的HP 努力值 你们得自己微调一下 调到50级偶数血 超级巨怪力 两个普通特性 毅力和无防守 一个梦特性 不屈之心 建议大家尽量多捕捉 毅力和无防守特性的怪力 毅力特性可以配合 前段时间 预三家活动刷出的火焰宝珠 触发烧伤 增加怪力的输出 无防守特性 可以配合怪力 50%命中的爆裂拳技能 将命中提升到百分百 还能使对方混乱 我以前就被这个打爆过 超级巨耿鬼 就只有一个普通特性 诅咒之躯 没得选 抓就完事了 鉴于现在B战审核 视频的时间实在过长 很多不知道活动的玩家 估计看到视频也是晚上 不过应该也没啥关系 这个活动持续时间 我估计应该不会短 具体持续到什么时候还不清楚 因为我现在看官方频道里 消息还没有出 国航游戏机玩家 就得默默抹累了 个人现在不推荐新玩家 入手国航游戏机 除非你是只玩单机游戏 因为国航出了以后 都几个月了 当初好多承诺都没有兑现 官方微博下面 也是一片声讨上 另外超级巨颤神荣园 现在就和以前的卡比兽一样 也暂时绝版了 看看官方以后 还会不会有 颤神荣园活动吧 好我先去抓卡比兽了 这里烧饼赛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赞投币好兄弟 什么 what 交换对象烧饼赛赛 我跟我自己交换 好 不可以用我自己交换 什么感情 好 一码0837 很好很好 我在那个三局 我在跟他说着说着 差点就忘记了 不是 一擊必殺什麼東西 太猛了吧 把我直接閉上怪獵 幹什麼